11月23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发布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88名人员因违法违规,在行业内被联合抵制和惩戒 其中包含吴亦凡、郑爽、张哲瀚三名演艺人员 及铁山靠、郭老师这两位影响力较大的职业主播 这也是违法师的艺人首次被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公众人物啊,他除了法律责任之外 他有比较高的像社会责任啊,像道德责任 那一旦缺失了这个标准,那就不配再做这个行业啊 协会其实对这种事件啊,对这种人是零容忍的 已经进入到黑名单的艺人了 没有办法通过互联网平台去继续他的演艺生涯了 经过协会评议之后啊,会上报给主管部门备案 然后向社会公布的同时呢,其他的平台也进行了封禁 所以它是一个全行业全网的一个封禁名单 近年来,一些演艺人员违法师德言行时有发声 严重污染社会风气 而许多演艺人员开始在直播平台开通账号 通过网络表演或网络营销来获取经济利益 诸位表示,此举的目的便是防止这些立即艺人转移阵地 继续出境牟利 因为就是预先封禁 其实就是不允许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啊 在互联网上对这些失德违法违规的艺人进行洗白 不允许他们进行所谓的这种借尸还魂啊 就是不允许这种劣迹人去转移阵地去付出 再次强调啊,叫黑红 它不是红,先把这个鹿给了堵死啊 别到时候,它在网上一旦开播了 可能还会引起这个 大家觉得流量是一切 哪怕有了污点,可以在别的地方变现 这也是一个先发制人啊 该名单的警示期限为长期 警示期限内,各网络音视频平台及经济机构会员企业 均不得为其提供各类网络直播服务 诸位表示,这也是对所有演艺从业人员的警示 提醒他们摒弃流量至上的思想 敬畏法律红线,严守道德底线 大量的这种,比如说直播带货过程中 明知是假货还在销售的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互联网直播里面 割韭菜收智商税的 这些艺人可能也应该警醒了 互联网是一个风轻气震的地方 绝对不是你搞这种小团体 搞这种恶搞恶俗来获取流量来变现 老百姓也不是韭菜让你随便来割的 这是第九批名单 我相信未来的不久 或者是其他部门也会有相关的名单出来